我让人给夫君送醒酒汤 不必 时辰不走 歇了吧 裴蓉说完这句话 便走去了屏风后头洗浴 谭悠悠突然想起那句 明天再来 头皮顿时一紧 这是该来的总要来吗 正紧张时 裴蓉披着雪白的礼仪走了出来 有些生硬的 该你醒 其实 天色还早 谭悠悠乌龟爬行爬到床边 裴蓉已经端端正正跪坐在上头等着她了 那个 今晚 还要上课考试吗 不上 那个 我是第一次成亲 也不晓得规矩 听说女人要说外侧 男人要说理侧 方便女人伺候照顾 保护男人 是不是这样的呢 请夫君教我 不用 你睡里侧 哦 其实你昨夜睡的就是里侧 请吧 裴蓉突然起身下了床 站到她身边 二人距离不到半尺远 谭悠悠几乎能感受到 她身上散发出来的热气 你想干嘛 我胆子小 春宵一刻值千金 裴蓉声音沙哑 扑得吹灭了灯 啊 谭悠悠悠只来得及低喊一声 就被抱起放到床上 并被捂住了口鼻 她全身僵硬 一点不敢动弹 实践证明 知识面太广 并不完全是一件好事 因为先把自己给吓死了 别碰 我们是夫妻 我不会伤害你 放开我 谭悠悠不想被人这样 摁死于世地摁着 而且裴蓉的手那么大 还那么用力 这样紧紧捂着她的口鼻 她很快不能呼吸了呀 是为了防止她尖叫 还是惨叫 被人听见嘲笑吗 这死男人 太不懂事了 口鼻处的大手骤然松开 裴蓉的语气里 带了几番不易察觉的落寞 你不愿意 我快要被闷死了 夫妻可不可以 别捂着我的口鼻 难受 不能呼吸 哦 裴蓉过了好一会儿才出声 同时放松身体 与她并肩躺着 并没有继续行动 天地一片沉寂 迷之尴尬 谭悠悠的心情颇复杂 明明他们都没一措 偏偏就是觉得哪里不对劲 外头传来夜风刮过树梢的声音 哎哟 下雪栗子了 好冷 夫君 能不能往屋里多放几个探判 我怕冷 嗯 你想放几个都可以 只要别浪费 一定不浪费 不知公爹喜欢我做的早饭吗 我明天又起早 给他老人家做饭好不好 百善笑为先 他要早起做饭呢 谭悠悠觉得这是早睡的最好借口 然而被窝里伸过来一只温暖的大手 试探地轻轻地握住了他的手 不必 虽说侍奉长辈是小辈应尽的职责 但我们这种人家 并不需要小辈常识亲一下厨房 否则为何要养那么多下人 你我到时一起去请安即可 父亲若愿便侍奉他用饭 若不愿也不必勉强 孝顺 顺次最重 夫君 我还有一事要请教您 不必称您 称你即可 裴容拉着弹悠悠的手 又往他身边靠了靠 两个人是紧紧挨着的状态了 今天夫君批评杨表妹 即便是长辈 也该男女有别要避嫌 婆母先世 公爹独居 我该如何把握分寸 还不预矩 这个问题很好 听我慢慢和你细说 裴容似乎很高兴 侧转身子面对着他 同时很自然地把手放到他的颈下 做了他的枕头 果然男人那一啥的时候 总会比平时聪明灵活几分 看着循序渐渐脸皮厚的 日常早晚请安 保持距离 不独处 不久留 有需要转交的物品 或是要说的事 尽量让我去 最大的孝导 就是你我赶紧开枝散叶 天丁尽口 父亲大人有孙辈陪伴 定然老怀甚畏 颤抖的手 紧张的两个人 可是夫君 我觉得公爹不喜欢我 他是不是嫌弃我出身低 配不上你 谭悠悠一把 按住裴容的手 和自己的衣襟 冷汗都吓出来了 父亲他病得太久 兴兴骨板固执 他不知道你的聪慧出色 要说出身 你我二人不必提这个 你的嫡姐不也看不上我 我三姐姐没眼光吗 齐三小姐也不乐意 没有啊 分明是夫君没看上齐三 我看上了你 裴容的脸突然靠过来 谭悠悠鱼下来的话 都被堵了回去 这次堵住他口的不是手 而是带着惊香的唇 谭悠悠慌张张 整个人处于混沌状态 一时想要踹死裴某人 一时又觉得应该像生活低头 几乎分裂成两半 一半是暴走的神经病 一半是想得开的小可爱 好了 不哭 裴容用大拇指笨拙地 替谭悠悠擦泪 旧的还没擦干净 新的又流了出来 谭悠悠泪一亮充沛 哭了整整一刻钟还没停止 不是那种没形象的嚎啕大哭 就是无声地抽泣着 不停流泪 别了 她纯洁天真的少女时代 从今天起 她彻底堕落为 像生活低头的小少妇了 是不是很疼 裴容被她哭得心慌 索性起身掌灯 让我看看 若是伤得厉害 请大夫看看 不行 裴容到底还是点亮了灯 然后披着那件被撕烂的礼仪 站在床前 神色莫测地俯瞰着谭悠悠 谭悠悠紧紧裹着被子 看着扔在一旁的半副衣料 嗓子是哑的 我不是故意的 真的 我 我就是害羞 你我夫妻一提 李当坦诚相见 没什么害羞的 让我看看 不要 不行 坚决不行 什么坦诚相见 想得美 这个斯文白蕾 我必须保护最后的隐私 她看着裴容 眼神无辜又委屈 还带着一丝警惕 一种难以言喻的复杂感情 在裴容心间油然而生 她想起黑暗中与谭悠悠 最为亲密快乐的时刻 又想起谭悠悠的唾气和恳求 她突然俯下身 紧紧抱住谭悠悠 轻抚她的背脊 好 我不看 也不请大夫 我让柳池来帮你 好不好 夫君 明天我可不可以起得晚一点 我疼 当然可以 我还有一个要求 什么要求 裴容眼里扶起一丝警惕 轻抚她背的手 也停了下来 唉 这个男人为啥不色令置婚呢 夫君以后 能不能私底下叫我悠悠 谭悠悠 谭氏 外人都比你叫得亲切呢 别人怎么叫你 男的还是女的 想什么呢 我就没见过几个外男 班伯府的大姐姐 齐三姐姐 她们都是叫我悠悠 只有杨表妹 才叫我谭悠悠 杨家是我外祖家 母亲过世的早 我多得她们照料 此番又是千里迢迢来此官礼 何况杨表哥是极好的人 我没说什么 夫君为何解释这许多 我叫柳池进来帮你 叫我悠悠 谭悠悠伸出一只手 紧紧攥住裴蓉的破衣服 切而不舍 别胡闹 裴蓉从她手中救出自己的破衣 拿起衣架上的衣服 很快鼓的严丝合缝 这才轻轻嗓子叫柳池 柳池抬着热水进来 脸红彤彤的 眼睛一直盯着地面 不敢看前方 你出去 大半夜地被赶出去 谁也不乐意 裴蓉虽然板着脸 还是安静地避开了 谭悠悠也不要柳池帮忙 自己躲起来收拾干净 涂上梅姨娘备好的药膏 换一身干净的血衣 继续把自己裹成一个大简 裴蓉进来 见她打着喝浅睡眼迷离 眼睛却始终盯着自己 就去吹灯 夫君别急 我忘了一件事 我睡姿不好 怕影响夫君歇息 让柳池拿绳子 把我绑起来 不必了 来日方长 慢慢地改 小姐 姑爷回来了 我没龙 也没瞎 谭悠悠过了好半天 才有气无力地抬眼 看向裴蓉 公嬷嬷和嬷嬷 刚才来收缘吧 问我知不知道宗人府 你们出去 哦 我说的是柳汁和莲汁 不是你 悠悠 你留下 菲蓉关上门 高挑见重的身体 挡住谭悠悠的去一路 宗人府出现在这里 是很正常的事 你不要想太多 我没想 我只是在想 稍后回家吃什么 想来我爹和姨娘 还有太太 一定是我想吃什么 就给我做什么 哪怕就是花掉家里 许多钱也在所不信 裴蓉硬生生听出了一种 最后一顿 吃饱好上路的悲凉感 看着谭悠悠滴水的眼帘 微别的嘴 她的心情顿时变得很差 想说什么 却又无从说起 夫君 你什么都不告诉我 害我险些把她当成家里的寻常仆妇 多亏我日常待人千讯游离 不然就把人给得罪了 闯祸了 带累你和家里怎么办 你是因为这个生气 当然了 难不成你以为我是后悔害怕 我是那种人吗 谭悠悠和裴蓉对视着 双手紧握成拳 清澈的眼睛闪着诚挚勇敢的光 裴蓉没有立刻回答谭悠悠的话 而是严肃地盯着她 一瞬不瞬 谭悠悠被她看得十分心虚 总感觉是想逃跑背叛的员工 被老板亲手抓住了 你想跑 我没有 你敢说没有 你撒谎 我不是 我没有 拿出证据来 对 裴蓉没证据 看来 你真是这样想的 好 你没猜错 我就是那样的人 我后悔了 后悔嫁给你了 你 她余下的话没能说完 因为裴蓉突然牺牲上前 右手将她重重地拥入怀中 同时左手扶住她的后脑 把她的脸用力摁到自己胸前 不许她出声 谭悠悠哇的一声哭出来 裴蓉看着哭红鼻子的谭悠悠 俯下身去笨拙地替她擦眼泪 我要吃烤肉 好 吃鹿肉 吃鸡腿 不要鸡腿 鸡腿害我 不吃鸡腿 我要胡球 像杨表妹那样的 不要白的 要火狐皮 给你火狐球衣 只有一身不够坏 再来一身紫膏皮 我这几天打赏夏日 花了很多钱 补贴给你 不许反悔 不反悔 骗人都不是男人 裴蓉用看白痴的眼神 看着谭悠悠 勉为其难地和她匆匆勾搁一下手指 再飞快松开 不忘四处观察 是否有人看见这丢脸的一幕 夫君 是在嫌弃我吗 没有 你收拾好了吗 时辰不早 想必大舅兄 已在接咱们的路上 也就只能这样了 谭悠悠没在闹腾 迅速召唤柳枝连枝 进来伺候她 梳洗更衣 等到外头传来通报 说是谭智锦来接她回门 她已经收拾完毕 笑眯眯地招呼培容 夫君 我们去主愿 向父亲辞行吧 眼睛有些肿 要不要让他们拿帕子 给你捂一我 花时间呢 而且也捉不住 谭悠悠上前两步 很自然地趴在她肩上 就说 是我昨夜没睡好 任床 稍待片刻 谭悠悠眨眨眼 用力抱住培容的脖子 夫君 这不会是今天的回门礼吧 站好 说我不好 不知轻重 勒着夫君了吗 有没有伤到你 我没事 我没事 你注意礼仪 为什么呢 这里又没外人 夫君昨夜还说 夫妻一提 无需客气 我喜欢夫君 所以 想和你亲近 没错 这就是回门礼 你看看 你看看需要再添点什么 不用了 好多礼 为什么 添上紫金盆景 这个很贵重的吧 这堆紫金盆景 是今早收拾库房收出来的 岳父大人不是想 某个好植物吗 这个用来走人情体面 原来如此 其实吧 你有钱 对这桩婚事 是锦上添花 我爹并不在乎 所以呢 我的意思就是说 家中姐妹多 不是每个人都能像我这般 嫁给门眉高贵 还有钱大方的夫君 回门礼过得去就行了 不然 其他姐妹为难 倒也是 培荣低着头 重新抄礼单 没注意到她的小情绪 盘悠悠悠叹了一口气 这次叹气声很大 拖得很长 培荣想要听不见都不行 怎么了 这屋里有些空 之前太太 要把她陪家的一盘瓷石 留给我 我没要 现在 有些后悔 这屋里是有些空 明日我正好有空 可以和你一起布置屋子 好啊好啊 这么高兴 当然啦 夫君有空陪我 愿意陪我 这多好啊 你不嫌我不能科考 为啥要嫌 不读书不科考 就有空打理书 有空陪我 这是好事 不瞒夫君 我这辈子最大的愿望 就是安然度日 好吃 好喝 好睡 好玩 夫君 能护我一世安然的吧 当然 护你一世安然 我有很多坏毛病 比如说贪吃 贪玩 还懒 也没少本事和心眼 夫君不会嫌弃我吧 不会 夫君你真好 你的坏毛病我都知道 你不用担心 以后我会帮你一一改正 回家以后 我会给你制定一个起居时刻表 明日开始执行 很快就习惯了 啊 走了 裴蓉长身而起 大步往外 走了几步 不见谭悠悠跟出来 就催促她 快些 让大舅兄久等不好 走快些 莫要误了时辰 我走不快 我疼 哪里疼 我不好意思说 谭悠悠故意刁难 看你怎么办 裴蓉原本清冷的脸庞顿时一红 识相的没有再催促的 而是吩咐留之 你去正院说一声 告诉谭大少爷和老侯爷 我们稍后就到 是 大哥 五妹来了 我封父母之命 见你和妹夫归宁 看你们这样子 过得挺好啊 当然啦 裴蓉也配合地笑 为何才来 明知有事 还要磨蹭到现在 姑父的意思是说 因为家中父母兄弟姐妹 都在盼望新姑爷 带着女儿早日登门 让他们久等不好 原本早起 要给公爹请安赖着 但父亲生怕打扰您休养 便不许儿媳过来 不知公爹今日安逢 饭量如何 我很好 父亲大人有话要交代吗 饮酒莫要过量 一言一行 自当谨慎 莫要丢了安乐侯府的脸 安乐侯摆摆手 是感人的意思 谭悠悠跟着裴蓉行礼告退 等到上了马车 他立刻歪倒在座位上 拿褲子把自己盖得严严实实 准备小睡一觉 刚才走那么快 不疼了 谁说的 说不是强撑着吗 一来时程不早 二来 总不好让家里人发现 夫君 快别耽搁了 咱们早去早回 家里还有客人要招待呢 谭悠悠是被鞭炮声吵醒的 他伸了个懒腰 掀开车帘 笑眯眯地往外看 端正坐好 注意姿意 好的 夫君 我姐姐 你怎么了 为什么这样奇怪 笑不禄齿 行如风 坐如钟 站如松 睡如宫 看看你 在大街上大呼小叫 成何体统 我姐姐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变成哪样 不正常 不正常 好像 好像这里 谭志明指着自己的头 这里出问题了 我脑子很正常 我都听你姐夫的 请夫君继续教导我 帮我变得更好 谭悠悠一看 裴容身上那件海青色的锦袍 确实湿了一大块 我家地方小 没有客房 去我原来的屋子里换吧 好 前姨娘扶着个小丫鬟 站在自家门前 左顾右盼 哟 这不是咱家新姑爷吗 怎么来到这里 五小姐 听闻 安乐侯府挺大 花园子也修得极好 改日 也请我们去玩玩 是挺大挺好的 我很老 夫君 这边 好了不起 破度户 谁稀罕 看不起老娘 还不是娶了个姨娘生的 夫君 咱们快去屋里换衣服 打开包袱 取了备用的外袍 帮她换上 我看你似乎喝得有点多 少喝些 别不好意思推托 当然自己受罪 我稍后 会交代大哥他们 叫他们帮你挡着 不会不好意思 我酒量还行 不是和你说过 不要称什么您 怎么刚才在岳父母面前 又忘记了 我是故意的呀 听说新姑爷上门 会被欺负 我特意表现得 对你非常敬重 他们就不会欺负你了 来这里坐 这么大的人了 靴子湿了也不知道 吱声 寒层脚下起 咱们又不是没带备用的靴子 潘悠悠念叨着 将手抱着裴蓉的靴筒 用力往外拔 拔着拔着捂住肚子 哎呀 疼 炸进了 培蓉立时放下手炉 我他坐在躺椅上 皱着眉头道 怎么肚子又疼了 其实 是那里疼 要不 你请姨娘帮你看看 我也不懂 别耽搁了 好 夫君 劳烦你自己换靴子 好不好 我没力气了 哎呀 靴子是怎么弄湿的 我记得咱们家地上 还算平整干净啊 大概是酒水洒上了吧 夫君 你想吃什么 我让人给你拿一些 填饱肚子再出去喝酒 不容易醉 这几天吃得油腻 若是方便 来一碗清淡的面 我去给你做 你谈话 行行酒 吃面了 我做得清淡 你要是不喜欢 我让人去厨房 取鸡汤过来给你换 这样就很好 一定很好吃 我没想到 嗯 这个 培蓉指着墙根下方的 一个花盆 没想到你竟然还留着它 还中活了 姑爷 小姐原本打算成亲时 把你送的这只菊花 带去侯府的 谁知忙起来就给忘了 哦 是啊 是啊 嗯 毕竟 毕竟是夫君 第一次送我礼物嘛 辛苦了 等到裴蓉转身 他悠悠指着那盆菊花 丑相柳枝 所以这算是证明了 他早就暗中清暮 裴某人 面很好吃 你可以在家里多待些时候 我们二更前归家即可 谢谢 夫君 这些都是小事啊 只要你想 告诉我即可 裴蓉骨节分明的手指 轻轻敲着桌面 看起来像是有话要说 夫君 有话要交代吗 你稍后寻个机会 提醒岳父大人 儿女婚嫁是喜事 却要注意 莫让人诟病 惹出风言风语 不利观声 此处乃是内缘 我不便久留 你安排个人送我出去 谢谢夫君细心关照 我一定把夫君的话带到 谭悠悠热情地送走裴蓉 一家人热热闹闹 把谭悠悠和裴蓉送到门口 又依依不舍地挥手告别 小嫂子好 世子好 车帘被裴蓉用力放下 世子请自重 相光啊 你这是做什么呀 做兄弟的和嫂子问个好怎么了 哪里就不自重了 小嫂子 相光有没有和你说那件事 小嫂子 我理解你 相光这个人古板又无趣 比那些酸腐老夫子还要酸腐 你不方便答话没关系 听我说就好 听说你很想去京城 恭喜 福王世子被裴蓉捂住嘴并拖走 谭悠悠敏锐地抓住了京城 恭喜两个词 她悄悄掀开车帘往外看 却只看见裴蓉一个人跟在车旁 福王世子已经不见踪影 看什么 我以为下雪了呢 原来没下 谭悠悠睁眼说瞎话 迅速放下车帘 裴蓉的动作太快了 若非知道不可能 她真要怀疑福王世子是不是被她给灭了 夫君 我们去给公爹请安 叶医生 不必麻烦 谭悠悠进了礼仪 便心安理得地回房歇息 热水已经备好 她抢在裴蓉前面跑进去 夫君 我好冷 让我先醒好不好 好 谭悠悠泡进热水里 舒服得眼睛眯成一条缝 小姐今晚又想搞什么要恶才 没有 我就是想好好睡一觉而已 您骗人 对啊 我是骗你的 您千万别折腾古眼啊 她其实挺好的 你觉得我在欺负她 刘芝 你的态度很有问题 别忘了谁才是你的依靠 知道了知道了 小姐真是的 人家也是为您好嘛 谭悠悠 快半个时辰了 耗走太久不利养生 且此刻已经二更两刻 知道了 夫君 谭悠悠磨蹭了差不多一刻钟 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 匆匆忙忙跑出去 毫不停顿直奔大床 夫君 夫君可以洗了 陪荣 黑黑一片 啥都看不清 只能听见 陪荣的呼吸声 绵长又均匀 似乎是睡着了 她满意地轻轻松了松 扑盖卷 这样估着不好受啊 要她说 摊成大字 睡觉是最舒服的 扑盖卷松到一半 一只大手突然握住 她的胳膊 吓得她一哆嗦 夫君 您醒了 陪荣把下盒轻轻 搁在她的肩窝里 来回磨蹭 你吵着我了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你是故意的 夫君 我还疼着呢 啊 所以呢 陪荣轻轻一拉 她裹在身上的被子 居然彻底松了 能不能不要内杀了 等我好了再说 行不行啊 想什么呢 我只是说你吵着我了 我看 你是想歪了吧 对 我想歪了 夫君是正人君子 怎么可能是禽兽呢 不 你错了 夫妇敦伦 阴阳和谐 乃是天经地义之时 怎会是禽兽呢 对 我错了 我错了 谭悠悠顺利地把自己裹成一只大箭 说她是啥都行 她只想睡觉 你把我的衣脚卷进去了 我要拿出来 佩蓉抓住被子一抽 谭悠悠又滚了出来 半个时辰后 谭悠悠生无可恋地瘫倒在床上一动不动 她真的是一条咸鱼了 一条被人翻完前面又翻后面的咸鱼 禽兽就是禽兽 不可能因为读的书多爱讲道理就会变成小白兔 最多只是爱读书爱讲道理的禽兽 我买了很好的药膏 你这个臭不要脸的禽兽 我给你上药 不要 我自己来 谭悠悠飙悍地抢过药瓶 翻身坐起 大步流星走向屏风 边走边霸气地指挥 给我挪个探盆过来 再把五角探门上吊着的那壶热水淋过来 动作要快 不然动作了我要请大夫多不好 冷死了冷死了 好冷 不许说那个字 该当知道机会 冷疯了冷疯了 这样可以了吧 谭悠悠带了一身水气走出来 很不友好的对着她翻了个白眼 假正经 你可以说不 我不会强你所难 你没拒绝 而且你也很喜欢 我拒绝了 是你假装没听见 谭悠悠火冒三丈 对上裴蓉严肃认真的眼神 就又怂了 行 我喜欢 我很喜欢 我非常喜欢 我一直知道你喜欢我 睡觉 明天还要早起 谭悠悠咬着背脚 使劲蹬腿 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明天就想叫我早起 不然我就不信谭 一条穿毛裤的腿伸过来 稳稳压住她乱蹬的腿 裴蓉眼力道 不许胡闹 闭上眼睛睡觉 大概是这几天太累事太多 身体备受摧散的缘故 谭悠悠又做了噩梦 还是那个躲在墙角逃避追杀 终究没能逃过 被人抓住拎起来活活撞死的梦 她尖叫着惊醒过来 下意识地缩成一团 不怕不怕 我在 是做噩梦了吧 只是梦而已 谭悠悠其实醒来就不怕了 但是难得裴某人如此温柔耐心 她也就心安理得地趴在人心取暖气怀里 当自己是个被老母亲搂着哄睡的小宝贝 从头再睡 一会儿功夫就睡着了 做了什么梦 没人回答她 只有窗外的风声寂寞地盘旋而过 她又问了一遍 再看 谭悠悠已经趴在她怀里睡着了 一条腿极其嚣张地挂在她腰上 一只手勾着她的脖子 裴柔嫌弃得不行 却又莫名觉得好笑 转眼便是五更 起床起床起床 小姐 是奴婢了 动手 连只抖手抖脚 把一块进过冷水的帕子往谭悠悠脸上飞快抹了一把 再惊跳着跑到远离床铺的地方 你过来 我保证不打死你 小姐 不关奴婢的事 姑爷说 我们要是不能把您叫起来 就要烦我们去洗衣服 不许吃饭 小姐这么善良 一定舍不得我们吃苦对不对 谭悠一人送了一个白眼 慢吞吞吞的坐起身来 慢吞吞的穿衣 他呢 居然起来了 夫君待我真好 让我晚睡早起 胡说 传早饭 太早了 我吃不下 多做点事就想吃了 来 帮我更衣灌洗 闲凉 我真的疼 夫君 真的 求求你饶了我好不好 我还想 还在长个子 需要多睡会 想起昨天晚上的情形 裴蓉有一瞬间的心软 犹豫着要不要放过谭悠悠 夫君 却见裴蓉一咬牙 不行 别耍赖 万事开头难 不能半途而废 从今以后 裴蓉就是我的仇人 我谭悠悠 绝不多看他一眼 不夺磨他裴蓉一下 我发誓 倘若做不到 我就不信谭 为何不吃 不想吃 做得不好 很好 既如此 为何不吃 不舒服 裴蓉突然起身 将手附在他的额头上 试了一下 又将额头贴过来 再试了一下 不烫 别装病 哪只眼睛看到我装病了 谭悠悠起身就走 冲到床前猛扑上去 他真是一个字都不想和这个自以为是 不懂得怜香惜玉的古板男人说 他也不想再伪装贤良输得了 因为这个男人油颜不尽死脑筋 配不上他的演技 裴蓉过了一会儿才进来 怎么又躺下了 我才生气 你待我不好 不体贴我 还冤枉我装病 我是为了你好 一日之际在于晨 早睡早起身体好 睡得太多人变懒 你我一起早早起床料理家务读书写字 不好吗 谭悠悠 陈正之时 全家都要拜见竹母 在那之前 我们需要先去向父亲请安 你若不起来 我便让下人到这里拜见你 谭悠悠毫无所动 悠哉乐哉地晃起了腿 放屏 不许晃 谭悠悠的回答是捂着腿 好痛啊 夫君为什么打我 别生气了 是我不好 你财经人士 该让你多歇会儿 就是这样 我需要养伤 这样 稍后下人见过竹母 咱们料理完家务 再一起收拾屋子 晚上早些睡 谭悠悠面无表情 合着说了这许久 还是不许她补教 山部来救我 我来救山 她扑上前去 搂住裴容的脖子 娇声道 夫君 让我午睡一个时辰 好不好 一个时辰太长 不利养生 半个时辰足够 念在此番情况特殊 特许你今日歇一个时辰 下不为例 夫君 我有句话 这当讲不当讲 不知道就别讲了 起来 裴容知道定然不是好话 索性掀开被子 一把将她抱了起来 薄了些 难怪怕冷 稍后给你重做几双 用羊羔皮毛做礼 防水又暖和 为什么不发脾气 为什么不发脾气 怎么会愿意给我穿鞋 你是我的妻子 夫君可以带我更好 你还小 不懂事 不知道什么是好 什么是不好 我会替你保 我会替你保 陪荣起身 毫不留恋地大步往外走 丢下一句 给你半课钟 谭悠悠叹息一声 任命地玩好头发 带正三差 再走出去 安乐侯还没起身 裴容也不等 拉着谭悠悠 在门口行了礼 问了安 便去了正堂 正堂前方已经站满了下人 陈叔和公叔 各带一对人 分裂两旁 枝叶则是带了 五六个标形大汉 站在旁边 谭悠悠对照着名册 和人看了一遍 把手下记了个七七八八 之后便是看 陪荣料理数 今日最大的事 便是结算 婚宴支出的各种费用 表小姐来了 表哥 我这里也有一笔账要结呢 表哥啊 你瞧 这些都是你让我在京城 采买的东西 咱们还没结账呢 表妹辛苦 陪荣面无表情地 避开杨木云 看向谭悠悠 我这边杂事挺多 你和表妹结算 我算不好 我什么都不知道 就是因为不知道 所以才要坐起来 一回生二回收 表哥何必强人所难 谁不知道 表嫂向来不会料理杂物 只会厨艺 唉 不过算了 就算结错账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左右肥水不留外人田 多给就当是表哥 给我买花袋 少给 就当是我给表嫂买 胭脂水粉的 总得让你练练手 小姐 您这话不妥当呢 表嫂奶奶是当家主母 怎能不会料理杂物 不会算账啊 这位小姐姓什么 表嫂误会了 这是我的丫鬟 叫春信 可不是什么小姐 哦 原来是这样 我是瞧着和之前认识的一户姓富的人家长得极像 又因为春信通身气派 是已认错了人 到底是从京城来的 就是不一样 你什么意思 傅小姐 这不是讽刺自己和春信仗着从京城来不讲规矩吗 侯府仲下人低着头 会心而笑 我没什么意思 夫君 其实我是懂算账的 而且算得非常好 不亚于你 或者这么说 大概比夫君还要好那么一丢丢 表嫂这么能干的呀 竟然比表哥还会算账 我不信 你吹牛 表妹 表哥别藏私啊 表嫂这么能干 就该让他晾一晾绝活 好叫下头的人心服口服 省得总有那么一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家子 总想着外来的人好欺负 张狂轻浮没教养 表妹说得很有道理 论里 我是该晾一晾绝活的 谭悠悠抓住裴容的袖子小声问 不过夫君 这样 会不会显得太炫耀轻狂 要不 我还是算了 确实没必要 怎会没有必要呢 我安乐侯府的少奶奶 定然是要亲戚书画无所不通 管家礼仗一把好手的 随着沙哑的嗓音响起 全身裹得严严实实的安乐侯 由李姨娘扶了过来 父亲怎么来了 儿媳见过宫爹 您老人家看起来精神很好呢 既然少奶奶能算账 就当着我的面 把今日的账都结了吧 父亲 他还不熟悉家里的情况 不是有你在吗 开始吧 表哥别担心 我让春仙给表嫂打下手 裴容黑着脸 把谭悠悠拽到一旁 第一声道 快说你不舒服 我自会替你远程 这样不好吧 临阵脱逃岂不是很丢脸 夫君放心 山人自有妙境 裴容气死了 正想强制命令 谭悠悠已经冲着春仙大声道 这样 我算第一遍 你负责复合 最先算的 自然是杨沐云带来的 那一本厚厚的账册 这么多 时辰不走 赶紧的 要不让表嫂的丫鬟来念账册 要不你试试 不过 他认的字真不多 错了你们别笑 谁会和小丫鬟计较呢 红地百叠 穿花 装花段 石匹 看来真的是为难柳枝了 不如我来念吧 杨沐云接过账册 语速飞快 尚品白旗南乡二两六千 每钱作家二两五千银子 二等青旗南乡八两三千 每钱作家八百六十文 不过一注香功夫 杨沐云已经念了三页账册 好了 暂且先这样吧 我怕念得太多太快 苗嫂算不下来 你算好了吗 啊 灰小姐的话 努必算好了 表嫂算好了吗 啊 我啊 我好像也算好了 就怕不准去 唉 这么多账目 念得这样快 谭柳柳偷掩往身旁一瞅 裴蓉面无表情 正经微作 若非距离她最近 她都不能相信 裴蓉居然悄悄给她塞了纸条 这男人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写的 还能帮着她作弊了 谭柳柳冲着裴蓉讨好一笑 飞快地抛了个魅眼表示感谢 表嫂难道还想让表哥帮忙吗 表嫂快报数 算错了也没关系 可以慢慢学 我教你啊 刚才这三页账策 一共是三十六种货物 总价一千一百三十六两五千银 春信 你算了如何 奴婢这里算的是一千一百三十六两六千银呢 虽然算错了一千银子 但春信用的是算盘 杨草是新算 所以算是平手 春信算错了 确实是一千一百三十六两五千银 夫君何必这样认真 之前不是说了吗 若是算多 就当给表妹买花袋 一千银子而已 何必较真 大家小姑娘下不来台 表妹 别理她 她就是个较真大板人 一千银子买不着好花袋 表嫂给你添满一两银 买对好荣花 一两银子买头花 当自己是丫鬟吓人吗 太侮辱人了 杨沐云的眼泪刷的就掉了下来 捂着脸跑了 小姐 小姐 表妹别走啊 账还没结完 别哭 慢些跑啊 当心摔跤 请夫君教我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为什么表妹要哭 是嫌我给她的天头少了吗 早知道这样 我就给她添满十两银了 公爹 您看这事怎么办 而且真不是故意气哭表妹的 不然 我去哄哄表妹 你再算两页账策 想过 站到我身边来 陈叔 烦老你念账策 少奶奶 您准备好了吗 老奴要念了 夫君准备好了吗 陈容淡淡汗手 仍然高深莫测 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看 片刻功夫 两页畅策念完 众人齐刷刷看向谭悠悠 包括陈容在内 一共是 三千五百六十一两五千印字 众人又一同把目光投向陈容 陈容面无表情地点头 目光深深看向谭悠悠 谭悠悠喜滋滋地 冲她比了个剪刀手 确实是三千五百六十一两五千银子 少奶奶算得准确无误 安乐侯咳得声嘶力竭 谭悠悠一个剑步冲过去 公爹 您喝点水润润嗓子 却见安乐侯抬起手来 稳稳接过她手里的茶碗 一饮而尽 随即仰天哈哈大笑 笑着笑着将手捂住脸 无声啜泣 哭着哭着又笑起来 谭悠悠真被吓着了 一个纵步跳到陈容身后藏后 紧紧抓住她的胳膊 夫君 公爹这是怎么了 我发誓 我断给他老人家喝的茶绝对没问题 不是 我什么都没做 胡说八道什么 父亲这是喜极而起 儿媳妇 你过来 好的 公爹 谭悠悠有点慌 人在笑 脚在动 就是半天挪不到安乐侯面前 陈容实在看不下去 抓住她的胳膊 用力往前一推 谭悠悠灵 脚如猴 反手捉住她的手臂 以千金坠的姿势挂上 可怜兮兮的小声殃求 夫君 陈容没吱声 却上前一步将她护在怀中 同时也断了她的退路 公爹 您老有什么吩咐 你 很好 谢谢公爹夸奖 而且还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够好 需要继续学习 谭悠悠还没说完套话 就见陈容上前和李姨娘一到 把安乐侯府上软叫 一起送去了后头 谭悠悠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正堂上 独自面对侯府的下人们 非常不得劲 小婆见过少奶奶 恭喜弟妹 姑父觉得你很好 非常配得起安乐侯府的女主人身份 多谢表哥称赞 今后请多多指教 少奶奶 您把账结了再走吧 还是等夫君回来再结吧 一则她没交代过 我不好自作主张 二则我还不熟悉情况 万一弄错不好办 弟妹只管放手去做 相关不是小气的人 姐我看你这本事 定然不会出错 表哥是男人 哪里晓得做女人 为人妻的难处 谭悠悠叹息掖着 脚底抹油 流之大吉 蹬了鞋子 钻进被窝就开睡 迷迷糊糊中 似是听见有人进来 那人在她床前 默然站了片刻又离开 很识趣的没打扰她 过来 夫君 刚才是你胶水在我脸上 一个时针早就到了 我叫你起床 谢谢夫君监督我变得更好 我去收拾香龙 香龙可以改天再收 不急在这一时 裴容拉出她的手腕 把她拽一回去 你没有告诉过我你会心酸 而且这么厉害 夫君也没问过我嘛 哪有自吹自雷的 那样太张狂了 要不得 这是非常难得的本事 你什么时候学的 跟谁学的 我也不知道 睡醒一觉就会了 你不愿说 我不勉强 之前约好一起布置屋子的 走 咱们挑摆设去 可是 我还想去探望一下宫殿呢 我很担心他老人家 父亲无碍 他是高兴的 他没想到你竟然这么能干 很惊喜 你还会些什么 不告诉你 到时候就知道了 夫君 我们是去库房挑选 还是拿册子挑啊 谭悠悠自如地转换到 摆设这个话题上 紫金碧玺盆景 宝石盆景 都到碗里来吧 却见裴容奇怪地看了他一眼 为什么要去库房 我们去花房 走吧 趁着天光还早 看得清楚 你可以随便挑 裴容大步流星往外走 谭悠悠忐忑不安地 碎步追出去 夫君 夫君 花房里放的都是什么花 有没有金银宝石花 金银宝石花 裴容做思考状 在谭悠悠不耐烦之前 很肯定到 有的 让我们快些 从这里的花房 差不多要一盏茶功夫 我正好带着你熟悉一下环境 咱们家是个四进的大宅子 后头附带一个大园子 里头有荷塘水泻这些 因着人少 许多院落都疯了 只余下父亲住的正院 你我住的宽敏斋 客房 还有前院的书房 正汤 杨家表哥和表妹 住的是客房 当然住客房 你不必与他计较 左右他这两天就走了 这几天就走 冰天雪地的 不如留他们过了年再走 家里也热闹 你愿意留他们过年 表妹隔三差五总找事 你不生气 我为什么要生气 杨表妹很惨的 每次都是他吃亏 你很好 有宽让痴心 我们住的地方叫宽敏斋 就是要宽让勤敏的意思 太好了 夫君也是很宽让的人 咱俩志同道合 所以 人生在世 勤敏必不可少 裴容毫不留情地打断他的话 挥开一道门 这里就是花房了 他悠悠扶了一下鹅 满屋青枝绿叶 繁花如锦 是真正的花房 他就知道他没那种命 不喜欢吗 因为父亲久病 心情不好 我便花费很多心力 建起这个花房 让他一年四季都有鲜花欣赏 心情和身体都能好很多 怎么会不喜欢呢 这个花房太美了 我只要一想到夫君的孝心 就觉得他更美了十分 看看这些兰花 珍贵又优雅 看看这些茶花 富贵又堂皇 停 你怎么知道 这样惨昧是不是 其实我还想为此作诗 作词赖着 就是文采不行 力不从心 这是你要的金银花 金银花不适合放在室内 我这是为了给父亲 做茶饮用的 要不换一盆 好 夫君觉得什么好 就拿什么 这是石花 又叫石胆草和石莲花 全猪入药 可知疮毒肝病 还可美颜去斑 我不知道是不是 你要找的宝石花 就是它了 原来是叫石花 我早就想要了 一直没找到 没想到夫君竟然有 谭悠悠愉快地端起了陶冠 打工人都有一颗随遇而安的心 何况还能满足大老板的虚荣心 裴荣果然很高兴 立即叫来粗食婆子 又挑了两盆珍稀兰花和一盆茶花 浩浩荡荡回了房